我就是誤金上不了天堂 有啊 我現在手機剛剛碰到一條 有個很龐大的女生 她在牌上畫下來之後 一下子全部倒下來 昨天看到耶穌的畫像 跟耶穌有什麼分別 之後分別就是畫像只要一粒釘 耶穌要幾粒釘 要四、五粒釘 我又會笑個朋友好像姜濤 他的反應是 可不可以絕交 Hello 大家好 我是Tamm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地獄釘呢 地獄釘是說用別人的樣子 身體缺陷 又或者種族等等來開玩笑 之後製成影片又或者是相片 我身邊每天都有很多朋友發給我的 不知道你們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到底看地獄釘 又或者是說地獄言論的人 是不是代表他們沒有同情心呢 今集街坊觀察隊就來問問 各位街坊看看他們有什麼看法 看片之前就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好啊 我們一起下地獄見 首先想問一下你有沒有看開地獄釘 都有看開的 有啊 你呢 沒有 有啊 有的有 有啊 我有看開的 有啊 還有一個人在房間 非洲都沒有東西吃 你怎樣吃藥 我就是放金上不到天堂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平時看甜的東西 所以他會送一些小堂 他會送一些小堂給我 然後最近我看開一個是關於 唐士綜合症的小朋友在跳舞 然後我覺得挺可愛 挺搞笑的 但是後來以為是meme图 然後發現原來是真的 唐士基金的人發布出來 但是那些訊息全部都淪陷了 就是在說說很甜 有啊 我現在手機剛剛剛剛錄到條 有個很龐大的女生 她在我爬上滑梯之後 一下子全部都淪下來 他就是一個客人 幫他打Laser或者美白的療程 然後就幫他慢慢推客 昨天看到耶穌的畫像和耶穌有什麼分別 之後分別就是畫像只要一粒釘 而耶穌要一粒釘 要四五粒釘 我看人說過了 就不是我自己說的 頭髮 對 人家說就是看到姜頭髮的照片 然後人家就說是轉腳 不是我說的 你看到這些影片 你會不會分享給朋友 我會啊 我覺得地獄才會好笑一點 如果是普通的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聲音的價值 我們是互相分享 有個群組就是 故意寫這些 但我打了數就不回覆 但我自己會收錯 有啊 我們等一下有個群組 是寫一些meme 廢片那些 會啊 每天都十幾個 十幾個這麼誇張 十幾個這麼誇張 對 我都會分享給朋友看看 每天都會發給他們笑 會 一定會 除了看這些影片 你們會不會說一些很地獄的言論 自己或者朋友 我又會笑我朋友好像姜濤 那她的反應是 可不可以絕交 她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我們說叫她去表白 我們傳聞谷她去表白 然後叫她要戴帽戴口罩 才去表白 我有個朋友 她也算很糟糕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個老師 可能她耳朵不太靈光 然後她會說她是龍的傳人 她天生沒有那隻耳朵 她整隻沒有那隻耳朵 對 她天生要戴著假耳朵 然後我有時候 聽不到話的時候 我會說 她沒有那隻耳朵 我的朋友經常會生氣 那你良心有沒有受到雜備呢 沒有 我很傻 最後想問問你 你喜歡看地獄秘密 又或者說這些地獄言論的人 會不會代表她沒有同情心 我不覺得 但我覺得是幽默感的一種 我覺得同情心應該沒有爆 不可以這麼說很有同情心 人血 當然不是 因為我也是這樣的人 因為我很有同情心 我看那些片段 我都會哭 但我一笑到哭 還是真的哭呢 下一條Mins我就會笑回 同情心只有10秒 OK 也是有的 有有 心在那裡 那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同情心呢 當你看到這些 不是不是不是 她的心在地下 我的心在地下 我沒有良心良媽媽 我真的這麼說 說笑 說Mins那些是挺好的 其實不會落地獄的 說笑 對 大腿歡樂給大家 應該是上天堂 不會 每個人 一定是在生活上都很開心 所以我們看Mins真的有少人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可能是病態心態 OK 我覺得又不會 黑人他會用自己來開玩笑 來這樣Po 就是想大家開心 或者 share一下自己的一相 那 如果他Po得出來 我覺得 都是被人看 所以不會說 沒有同情心的人才會去看 OK 有啊 有同情心的 我很喜歡小動物的 我覺得不是的 都好像笑一下 如果真的有些太過攻擊性的 就不會發聲 不是的 工作壓力太大 OK的 對 要笑一下 如果不就沒有笑 今天訪問完這麼多位之後 我發現原來香港人 都真的挺地獄的 他們看了這麼多地獄之後 都覺得自己還是很有同情心 但我不知道 可能到時在地獄會見到他們 我自己都分享一個 我印象深刻的Meme 就是一個黑人在吃飯 對面的朋友 就一支飲館插進他的手裡 然後他就打算拿走 發現原來那個是他的朋友的手 而不是那杯可樂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有沒有趣 但如果你也有更有趣的地獄筋 又或者是page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 大家一起討論 看看有不有趣 今集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 我們下集再見 如果有緣不用落地獄的話 拜拜 我不知大家覺得如何 但如果你有推薦的Meme 又或者 這裡剪一個 不得翻 皮諾特 這個直接電死